外面真的是很特別囉 接下來關心的就是為了要來嚴責 零年 雯林館政府有準備 兩萬五千零年的 基礎紅包桌子 基礎卡天館還有這十塊藍杉的 發財金在那裡 說就是要祝這個替代的人 可以零年 今天就要問 打整個紅包 把他拿到一張座牌 這是兩千康十零年雯林館所推出的 零年紅包 只要簡單用手有更更的 還有人民的座牌 當中原本很普通的零年 基礎卡 描得真不一樣 看起來就像一般廟宇的龍條 這兩隻龍是很有典故 這兩隻龍就是我們那個 馬祖正殿前面那兩隻龍 那相傳是那個 乾隆時期所做的 釣客非常非常 堪稱當時候的台灣的 非常釣客 真的非常好的一個製作 這台鐵造型的零年紅包 是我們冠府就要贏這零年 特別委託文科達到時候有料理中 依照白鴨條庭的廟宇的廟宇 用條來設計 廟宇又放了十塊的零角 有像兩千多次的意見 連下面的座牌 都應付代表零年光的溫度 所以仔細看裡面有 有所謂的雲林的雲 雲穩 雷射穩 上面再加局部上官的雲林的穩 也說這是代表雲林縣才有的 那這兩隻龍是我們 正守在我們雲林縣的 北港茶林宮的鎮墊 今年雲林縣最早的雲林紅包 總共有二萬五千個 一定由茹葉到茹市 在廣南的國大廟宇 不用未來本送 也因為今年立體兩條紅包 真有設計感 到時可能會起因 大陸的民眾拜託來領處 記者有向雲林報道